中文字幕 李宗盛 空跟沉 沉對不對 克沉 沉相對於空 什麼叫做沉 我們這個空間有沒有 灰沉 有好的沉 有不好的沉 是不是 我們要呼吸 需要什麼 氧氣啊 那需要氧氣但是有沒有二氧化碳 有 所以我們在 這個空氣中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懸浮粒子 這個 這個空間 中有很多的沉 可是奇怪我們都不會 被沉打到滿頭包 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 很神奇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那我們來講沉跟空 沉 中 有空 空中有沉 我們在後面會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但是現在呢要談的是 我們怎麼知道這個沉 所以 佛陀說就好像 星際就是雨後 天晴 太陽會 灑進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時候一個比較美好的 顯散的午後 太陽斜照照下來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什麼 好像在空氣中 透過陽光 會顯出灰塵 請問那個灰塵 是因為陽光 帶來的嗎 不是 他本來就在對不對 只是你平常沒有感覺到他的存在 那你會不會因為陽光一照 原來這裡那麼髒 好恐怖喔 我有潔癖 然後就去拿那個 吸塵器來一直吸那個空氣 會不會 也不會這樣子嘛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子 你就不能夠這個跟這個灰塵並存 那我們只能去生活在月球 真空狀態 他才不會存在 所以呢 我們其實知道這個空中有塵 但是我們不妨礙跟他共存 為什麼 因為 我們不是那個灰塵 我們像虛空一樣 我們的心就像這個虛空 虛空裡面可以裝多少灰塵 無數 無數的灰塵 卻不會 影響虛空的本質 不管裝再多灰塵虛空就是虛空 它可以容納無數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呢 這個空中有很多的塵 這個在講什麼 這個塵呢 它會一直在空中存在 然後你仔細去看 你會發現它在飄 有的灰塵 有的塵 它比較微細 它會小小的在飄 那有的呢 就飄得比較明顯 但是它都會有動態 不管它動得怎麼樣 請問那個虛空會不會動 好 那個虛空看到它一直動 自己也跟著一直在那邊動 會這樣嗎 沒有 虛空始終就是虛空 所以呢 它說 成直搖動 但是虛空始終如如不動 即然不動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成它動它的空 它不會因為它的動或不動 就影響它的本質 它本質就是不動的嘛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在講虛空在形容 在講我們的本性 這個成呢 在講我們心裡面的望面 還有我們現在每天走來走去 來來去去的望生 我們現在這個身體是不是動來動去 好 那我們的腦子是不是也一直動個不停 然後會動的都叫做成 那我們的真心呢 會不會動 不會動 因為它是虛空 好 這樣了解 所以成直明 成疾明空 搖動明成 這個會搖動的就是成 好 好 那佛陀他就要講 為什麼要講成跟空 佛陀現在就做了一個動作 剛才是這樣子這樣對不對 好現在呢 不但是這樣子 而且還從佛陀的手掌心 放出那個光 就像那個武俠片一樣 像那個動畫 那個龜派氣功這樣子 他就放了一個光 放了一道光 結果射到阿難的右邊 來各位阿難 如果你右邊突然一道光 你會怎樣 會閃喔 你們是武林高手 你會轉過去看嘛 對不對 好是轉過去看 所以放一道光在你右邊 你會往哪邊看 往右看啊 如果放到左邊呢 往左邊看 好各位 那我們就看到阿難就在那邊 轉右轉左 我們要跟著阿難的動作 來大家一起向右轉 再來一起向左轉 那各位阿難呢 好那重點是要做什麼 佛陀呢 他就問喔 來 你在動什麼 什麼原因你在那邊搖動 頭為什麼在搖動 所以呢阿難就說 哎呀 因為光來我的左邊右邊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看啊 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他好奇嘛 喜歡看 那左右搖動 是什麼在搖動 頭在動 好現在喔 頭在動喔 佛陀就問 請問阿 是頭在動 還是你的劍在動 頭動還是心動 真的喔 會動的是真心還是旺心 旺心 會動的是旺心 真心呢 會不會動 不知道會不會動喔 所以來 大家再轉轉看 轉過來 好 往右轉 好 什麼動 頭動對不對 眼睛有沒有動 有眼睛有動 但是 看 見 有沒有動 不知道 再轉一次 來往左 再往右 來往左 再往右 什麼在動 頭在動 見有沒有動 欸 不錯我們這一半比較聰明 好 頭在動 但是呢 我的劍沒有動靜 好沒有動靜喔 所以我們要來運動一下 好 國民省錢運動 來 體會一下喔 預備 預備 7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好 動作都記好了嗎 下次就要來真的囉 好 請坐 來各位 什麼在動 身體在動 身體在動 好剛才在動的時候 心有沒有在動 欸不錯喔 好這樣可以去 看下一個 他們在運什麼動 省錢運動 怎樣才能省錢 就像剛才這樣 國民省運動 雙手插腰 預備 剛才是不是 你們的動作 都是這樣子的動作喔 1 2 3 4 6 7 8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4 5 6 7 8 6 2 3 4 5 6 7 8 4 5 6 7 8 停 持續坐就能達到 有沒有省錢 為什麼不能省錢 為什麼不能省錢 就是沒有獨愣眼睛對不對 因為我們為什麼不能省錢 因為當我們出去動的時候 哎唷好便宜喔 心就動了然後就去多拿一些 哎唷大殺價耶 趕快全部都搬回去 然後買了一大堆 兩年都用不到的東西 你要搬家的時候就 喔怎麼還有這麼多東西 從來都沒有用到 其實就是因為當初 以念之差 我們有一個居士 他開著車 在濱海公路 非常的愜意 停在紅綠燈 停下來 三十秒對不對 突然聽到一陣悅耳的音樂 他最喜歡的那一首歌 江蕙的 哎唷誰在唱 一好奇 左轉進去看 出來買了一棟房子 然後重點是十年之後 他從來沒有看過那一棟房子 因為他沒有時間去 住 後來就說師父啊 我跟你說 我帶你去看那個房子 然後還迷路 根本都不知道那個房子是長什麼樣 那為什麼當年就那一念 為了一念江蕙 然後就好聽就去了 去了之後人家 那個行銷很厲害啊 他不要講到你沒有買就是大損失 所以他就跟著買了 心動了 結果有沒有省錢 沒有省錢 所以我們在動 要怎麼樣才能省錢 要知道 不動的是哪一個 你真正的自己動嗎 不動 真正的自己不動 你才能夠判斷該還是不該 如果我們一邊動 身體在動 然後我們的心就跟著動 我們就被情境牽著走 被這個灰塵障礙了我們的智慧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 做最理性的決定 所以真正要省錢 就要了解 我們是成還是空 成讓他去動他的 空是我們的本質 我們始終都能夠如如不動 不會被影響 所以下一次去買東西的時候 要練習一下楞嚴經 十番顯見第二 顯見什麼 不動 好